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becca, 我没有见面啦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我2月份到3月份这一段时间的爱用品分享 那么其实这段时间我有一直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产品 但是我以下要推荐的这些我的爱用品呢 是我在尝试一些新的产品之后 也依旧对它们特别喜爱的一些东西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第一款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EFLON的急救面膜 我这段时间使用比较频繁 并且使用感还不错的一款面膜 在使用之前需要进行猛烈的摇晃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挤出来的物体是膏状的 并且里面有一些黑黑的颗粒物 我通常是一个星期用一次 主要用于T区 上脸的感觉就是很清凉 然后敷完十分钟之后 就要进行沾水打圈按摩这一动作 它真正做到了官方宣传的 有镇静消炎急救的效果 每一次脸上出现一些 比较红肿的痘痘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使用这款面膜 第二天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痘痘的红肿有手褪去 第二款我要推荐的是香提卡加的隔离 这一款隔离是我每天都在用的 这支隔离我大概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却只凹了一点点 是真的特别特别的耐用 我选的这个色号是最白色号Alabaster 它挤出来是高体的 但是却特别的好推开 它本身自带的一点点润色的效果 不具有这下的效果 所以它上脸特别的清透和自然 能和皮肤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即使后续想要涂粉底 也不会有卡粉浮粉这样的现象 第三款我要推荐的是Fusical的蓬松粉 这款蓬松粉的白色粉末很细腻 它并不像传统的干洗喷雾那样 喷完会有很多白色的粉末停留在头发上 比较难不开和弄匀 这款使用完之后 你会立刻的感觉到头发很蓬松 不会有泛白或者摸起来 头发的发质变硬这样的现象 还可以很有效的扫除头发的异味 特别推荐给总是懒得起头发的小伙伴 如果你现在还在观望 想要考虑要入手哪一个干洗喷雾的话 入手这个蓬松粉绝对不会后悔 第四款我要推荐的是 It Bye Bye Under Eye的Waterproof Concealer 而这一款就是我用过最好用 最滋润的遮瑕膏 在这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款遮瑕膏的遮瑕能力 首先我用一款眼线笔 在手上点几颗黑点 然后对其进行遮瑕这一动作 首先我们能看到 遮完第一层之后 其实黑点只被遮住了30% 但是妆感特别的轻薄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第二层遮瑕 第二层遮瑕之后 我们很明显的感觉到 黑点被遮住了90% 我们已经很难找到黑点的所在位置了 它特别适合遮眼部的黑眼圈 很好地推开 并且不易出现细纹 第五款我要推荐的是 Kristoff Robbin的海盐舒缓头皮洗发膏 首先我们打开盒子 能看到一粒粒的海盐 其实 无论你的头皮是否容易出油 都是需要定期对头皮进行深层的头皮清洁的 这一款洗发膏 我是每周使用一次 涂抹于头皮 并且用指腹清洁的按摩 浴水揉搓 会产生出许多的泡沫 在使用之后 真的会感觉头皮异常的干净 感觉头皮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深呼吸 不过这个洗发膏有点干 不太适合细软沙发的小纤绿使用 就算是油性的 也要配合护发素使用哦 这一期的主题就到这里啦 也欢迎你们分享你们心目中的爱用品给我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吧